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TRAP 的R1 欢迎收看TRAP Channel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订阅跟分享哦 OK 这集是来自BigSeller 和BigSeller一起合作的 一个官方的这个video 所以今天我们要是说 推广他们的这个扩存的 功能了 OK 所以很开心他们已经 其实要推广这个同步扩存的功能 已经一段日子了 终于他们已经开发了 OK 所以这个扩存的功能是什么呢 扩存功能基本上就是这样 OK 你有Shopee 你有Lazada 可能你Shopee有五间店 Lazada也是有两三间店 所以这个东西 你每一间店 你都要管理他们的 你的产品的数量 是不是很麻烦 你看 你都是从同一个货仓 货仓的吗 或者可能有几间货仓 等下你又不懂哪一个货不够了 你又要去每一间店一个一个 改 是不是很麻烦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的扩存功能是 他可以把你的 你的产品全部组织在一个 Master SKU 就是你的Merchant SKU 因为他们卖的东西 那五间店 跟Lazada那两间店 卖的都是同一样产品 到最后他们也是从你的货存 那边拿出来的吗 所以这个功能呢 就是他会帮你把所有的店 都同步起来 如果你其中一间店 卖到一个的话 他会去系统更改 那个 你的主要货存的 那个数量 过你其他的店 也自动会同步 OK so 在什么情况下 那个货存会同步呢 就是这十五个条件 当你同步订单的时候 有订单进来的时候 你手动入仓 扫描退货入仓 你手动退货入仓 如果你调购入仓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等下我会给你一个 screenshot OK 所以我怎样做这个东西呢 首先第一个东西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第一个你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有你的主要的 这个产品货场 OK 产品要进入你自己的 货场的inventory 那边 所以怎样做之前呢 你一定要去 你有这种方式 可以做你的商品货场 第一个是你去后厂那边 你去商品SKU 你要制造一个 SKU的产品 在你的后厂里面嘛 这样子他就知道嘛 改次什么 怎么货你kmap进去 你可以either 从这边 导入输入 就是他会给你一个template 你一次过 把你所有的产品放进去 这个也是解决办法 第二个是你一个一个 慢慢夹 你一个一个慢慢夹 进去 其实蛮浪费时间 最最简单的方式呢 其实是你自己去你的shopee的店 那道比方这个 你自己去你shopee的 你自己去你去shopee的店 ok 我们随便找一样东西 如果你已经有这个SKU Master SKU Parent SKU 他就会直接可以去生成商品SKU 但是如果你没有 还没有做到Parent SKU的话 你是不能不能放进去的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跟你们讲什么是SKU SKU就是 基本上就是stock keeping unit 好像为什么你每次去大公司里面 他们有一个barcode 他们一scan 就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 那东西 因为这样子会方便他们 容易去他们的货倡那边找货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快点让你们 快点填好你们的Parent SKU ok 现在我们就拿一个 比较多分类variation ok 好像打比方这个safa ok 这个safa 我们拿 我已经写了它的SKU了 你看它的SKU全部 我就可以直接生成商品SKU 你不用担心 哦里面很多variation 它master SKU的意思就是 它会把你split 你不用担心 呃 我只是同步 因为那个是其中一个product 里面的东西会不会乱 不会 因为它你看它会把你split到完 每一个都是一个产品 因为你有可能在shopee 你放的SKU是这个号码 你在lazada放的SKU是另外一个号码 但是我很鼓励大家用同一个SKU号码 这样你自己才不会乱 因为反正都是同一个产品 你尽量不要去放不同的SKU号码 因为SKU号码就是要方便你找到那个产品 在你的货层那边找到那个产品 ok 所以你做好了 其实你已经填好了 你只要一键生成就可以了 ok 打比方我们现在做好了 我们去我们货层的商品SKU就有了 现在他们已经进入了我的这个master SKU 我的商品SKU里面了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你的warehouse 你的warehouse 基本上就一开始是defaultwarehouse 就是这个我改过名字啊 你要改名字 其实这边很简单 你就可以改了 ok so如果你没有放什么特别名字 他就是进你的defaultwarehouse ok so 现在他们在你的defaultwarehouse 你可以现在要去安排mapping 什么叫mapping 就是这个产品 可以打比方啊 我这个产品我有30个嘛 so 我mapping 我一定要把它连接去我的店 ok 这个因为我是直接从我的那个product 那边找我出来的嘛 ok so现在我就要去找回我lazada的店 我lazada的店的那个产品 ok 刚才是pink color嘛 所以我找回pink color 所以就我要找回我lazada purple pink的产品 你看 他可以不同的SKU名字了 ok 他都可以link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 我只要把它link在一起的话 如果我在lazada有卖到一个产品的话 他也会去我的inventory这边 换 ok 就扣一个了 我在我的shopee 卖了一个的话 他这里就变29 我的lazada也是自动会变成29 这个depends on 看你怎样去放你的rule setting ok so这个就是叫做mapping 只是一开始你一定要先 所以第一步你一定要生成你的产品进去你的master SKU 如果你第二个第二个步骤你就是要去连接你所有的店铺跟这个product 这样子电脑系统才会知道ok 那个产品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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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存的product ok 所以当你已经link好了这些东西了过后呢 下一个东西呢 就是你要开始去设定你的同步扩存的他的这个规则 ok当然因为你为什么要有这种规则呢 是因为你要让系统知道你要什么产品怎样对接 好像代表你很多店嘛 所以这边你就是要讲 rule 1 你就是要给他一个规则 你要选什么产品要有中到这个规则 你就要点击你所有的产品了 因为当时可能有一些店 你可能有别的店没有这些产品 你可以不用放吧 我建议是放到晚了 ok如果你的你的货床 你可能有很多个货床有关联到 你就放进去 ok最重要是这个同步店铺 你的店铺你一定要选那两间店的你要同步的 你的shopee几间店你的lazada几间店 他就会他就会选择他 他就会看哦 ok这两间店如果有seers的话 他们就会同步他的他的product 和你的master inventory 接下来是这个优先店铺 这优先店铺我很鼓励你们开 因为有时虽然这个系统做的很完善的 但是有时有时你会不小心爆单 可能刚好lazada跟shopee 刚好同一个人同一个时间按购买 ok或者你shopee shopee shopee 你有五间shopee店 可能有一间店比较报单呢 你来不及同步的话 你一定要给他一个优先店铺 ok 所以好像打比方 你给这间店比较好卖了 你给他一个号码可能五个 所以当你的货存 你的主要货存 你的货场只有五个的时候 他其他的店会全部给他变零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会不小心其他的店 不小心oversell 你的货场就一定有货主公拍给人家 所以我很鼓励你们开这个优先店铺 因为没有一个电脑优势是100%的 因为有时internet慢一下 你会卡及一下子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你的 你要开这个优先店铺 留一点点buffer给你的某些店 ok好了 你只要开保存 保存了过 你只要打开过他的系统 最自动自动自动连接了 ok 所以当你已经连接了这些东西了 过后呢 我的接下来你就要去setting 你最重要先 你一定要setting好你的 你的master sku 过后你就开好你的 你的刚才的那个 你同步货场全部东西了 过后呢 你就要去setting那边去 去货场设备那边 你货场设备那边 你就要打开这个货场功能 ok 所以我一定要先提醒你们一个东西啊 当你们打开了这个 这个护存功能了过后呢 你所有的东西 就会像你刚才已经 你把他们连在一起了 你的shopee 老闸店 全部都会连在一起了 当你全部东西 连在一起了 你的单啊 所有的东西啊 都是要从big seller这边做 ok 你安排定单 全部都一定要这边做 因为为什么呢 打比方 如果你在 你的shopee 老闸店 安排定单 你没有在big seller这边 安排定单的话 打比方 你没有在这个big seller 你没有在big seller 你没有在big seller 安排定单的话 数据系统呢 不知道 你有 你已经在做这个单 因为当那个单进到来 这个big seller的时候 就是shopee 他们有一个订单进来 shopee的订单进来 big seller就扣一个e 就说 有人在shopee买货 他就在你的货场扣一个e 但这个你在那边 自己打印订单 在那边发货 你这里big seller 没有安排到订单 这个big seller 就以为 你没有安排到订单 顾客可能cancel 所以顾客 他就以为 顾客cancel 他就会把那个货 放回去你的货场 ok 所以ban到你的货场 会多一个货出来 which 其实是已经出了 所以当你如果要用这个货场功能的话 你所有的订单 全部东西都一定要在big seller这边 安排订单出单 不然的话你会遇到那个问题 因为记得吗 刚才我们说到 订单 订单同步的时候呢 是同步订单 或者有人退货还是什么东西 他们才trigger ok 如果你没有在这边安排订单的话 他就不会login那个号码 他就不会login那个号码 你可以在那个 你可以在你的 shopee那边不小心 那是你的工人不小心 在那边arrange到shipment的话 你可过后啊 他会去你的带订单这边啊 你在带处理这边啊 他会ok 打比方 我的电啊 他这里有一个是to process 跟一个是processor的嘛 ok 就是已经处理好订单 一个是还没有处理的嘛 他会出现在processor 就算在processor 你也是要按个安排订单 打比方啊 你已经安排好订单 你还是要在这边安排订单 起码你按了这个安排订单 他才知道ok 真的是系统已经有处理这个订单了 所以他才真的才从你的货场 他不会把那个货 他不会锁住那个货 他起码讲ok 这个真的是卖出去了 只要这个订单一安排了 他就会把那个数据扣掉 ok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 这一点很重要啊 你改 简单一句话 如果你打算用big seller货场功能的话 你全部都要用这个系统 因为这是一个ERP系统 所以他的系统就是要有这个循环 没有这个循环的话 你就会发生 你就会有这些ERROR ok 下一个 你改次有什么货 进货出货 都一定要从你的big seller这边做 好像刚才打比方 我刚才已经有了我的货了吗 我要进货的话 我打比方 我来进那青色的货 我来进打格 我来进30个 我就这边手动啊 这样我提交 他就会自动进去我的货场 ok 该我进green 我就会进30 我不可以从我的lazada那边 或者shopee那边改 如果我从我shopee那边 好像shopee那边本来有30个 我我我我打比方我加30个吗 我这里货场是零吗 我在我shopee那边我放30个 我可以卖到 but我的货场现在有货场哦 他会变成负益哦 因为我这边没有加货 加货吗 所以我的系统里面是讲 我没有啊 我不知道我有货 过后你变成 你这边没有货了哦 你那边呢又变成 你等下啊 你一做了 他会同步了哦 他会把这个数据啊 跳过去你的shopee那边 就讲那边也是变回零了 明白吗 所以你所有的货啊 进货啊 出货啊 都要从你的big seller这边做 所以另外一句话来讲 你所有的货倉啊 你的货倉 你一用了这个功能了 你所有东西都一定要来自big seller 你你in stock out stock 全部都一定要在big seller处理 ok 你不可以在你的shopee和lazala处理 就算你在shopee和lazala处理 就算你在shopee和lazala 你那边改了过 你一直要有一个订单 或者你只要这其中15个东西 只要一一出出发到 你一出发到他的这个 货场的同步的时候 他就会变回你的货场里面的货 给信去你的shopee和lazala的店铺 ok明白吗 这另外一句话来讲 你所有东西 只要你的setting 只要你的setting 你的这个货场设备 你是只要你的货场功能是开着的 全部东西都是要原来自big seller 进货出货 都要从这边出 他打比方你的 你有一个offline store 你有线下店 你线下店 你卖报答卖很多 你要你要改变数据的话 你只要去手动出货 出货 各位来自新建立 加一个产品 然后打比方给大家 我突然间报单 因为我我报单 我卖了20个 所以我要我只要在这边set好 20个过后 只要系统那边 有有同步的话 他会直接从那边跳 ok 但是因为我是这样出货吗 我自己出货这边也是吗 手动出货 他也会自动性 他会自动性 就直接会跟那个 lazada跟shopee店 ok 他现在只要10个货 所以那边就会自动会变成 shopee跟lazada自动会变成10个货 ok明白吗 好的 所以 总一句话来说 当你们打算用这个big seller后餐功能的话 你全部所有东西都是要用big seller来做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 不管你用哪一个erp系统的话 你要准确的话 你都一定要跟回用那个erp系统 因为不然的话 他们很难抓取数据嘛 像我改这个PPT所说的嘛 所有东西都是跟着你的主要的matchesk 你如果你这个不对的话 你这些全部都会不对的 所以为了抓取准确速度 准确的那个数据 你的店铺全部改 你要改什么东西 你都要从这边改 你不要从这边改 你从这边改 够同步的话 他都会同步为这里的东西了 所以你只要弄好这边 你其他店铺都不用担心了 ok so 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为止 希望你们都全部有学到这个 只要用这个后存功能 如果你们还是不了解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去 他在8月26号的时候 还有一个培训功能 因为老实讲 这个是蛮复杂一下 我只是尽量简单化的解释给你们 如果你们还是不明白 8月26号 他们有这个培训 7点晚上7点半到9点 你只要报名 你可以你可以扫描这个QR QR号码 过去参与他们的培训 那边你可以更加更了解 他们的这个获藏功能 我阻止大家可以试试看使用 因为这是免费的 而且我觉得他这样子 他想让你走到 全部东西都有想到 so 我觉得他的同步 会比其他公司的同步 更准确更完善 好的 我的视频就到这边为止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